接着带您看到113年春季兰展这个周休假期 在吉安浩克玉树村登场 花莲县兰衣协会精选200盆的珍贵兰花 包括特殊花种、稀有兰花 以及年度评选优胜兰花 而展期的当中还有养兰花的教学讲座 以及兰花意卖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能够把握机会前往参观 花莲县兰衣协会举办113年春季兰展 4月13到14号两天在吉安浩克玉树村盛大展出 今年精选200盆珍贵兰花 其中还有相当稀少的特殊花种 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今年的春季兰展的话 我们办的时间其实有一点比往年稍微晚一点点 但是今年的花数量也多 而且花的种类也蛮多的 而且我们发现今年的花的品质也不错 所以今天评审也蛮伤脑筋的 竞争蛮激烈的 花看起来来讲 目前看起来是蛮热闹 蛮多样化的 今年的花我们看到蛮多道调食物 然后再来的话 今年种类最多的是仙女兰 仙女兰今天占了大概上面三分之一的量 对 而且花的品质蛮高的 而且这一次来讲 有几颗体积蛮大的蓝种果然 对 而且你走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又闻到那个花的香味蛮浓 因为有几颗品种非常非常的香 蓝艺协会也邀请到专业评审 选出了今年度会员提供的优胜兰花品种 两天的展览期间还安排养蓝教学讲座 还有现场兰花应脉 花联县蓝艺协会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前来欣赏今年春天最美丽的兰花 这里会见相报道